今天五点十分 中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 用长征三号已运载火箭 即配套远征一号上面级 以及以一件双新方式成功发射 第47 48颗北斗导航卫星 根据了解 这两颗卫星都属于中原地球轨道卫星 是目前在建的中国北斗三号系统的组网卫星 经过三个多小时的飞行之后 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 后续将会进行载轨测试 适时入网提供服务 这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312次飞行